好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正在进行的夺岛演习 11月1号 日本海陆空自卫队开始联合演习 本次将持续到18号的演习 以夺回离岛为主要内容 尽管日本防卫省表示 这一演习并未针对特定国家 然而随着演习的推进 根据暴露出来的更多的细节 有分析认为 日本此次军演是在模拟开战时况 这次演习 参与人员达到了3.4万人 车辆900辆 舰艇6艘 飞机约380架 演习的主要内容为 封锁外国舰队闯入日本领海 和假定离岛遭到外国军队的占领 自卫队海陆空实施联合夺岛作战 在演习中 援助北海道和东北地区的反舰和防空部队 将机动至钓鱼岛附近的宫古岛石原岛部署 自卫队舰艇和战斗机还将进行射击训练 目前 演习已经进入第六天 有媒体总结了演习的几个重点 第一 演习主要地点冲大东岛和钓鱼岛的位置 地形十分相似 冲大东岛位于冲神本岛东南大约300公里 而钓鱼岛恰恰位于冲神岛西南大约300公里 也就是说 在冲大东岛可以实际演练 向钓鱼岛投送部队 检验各种海空投送方式的时间和效率 此外 冲大东岛长期作为美军靶场 面积只有1.147平方公里 地形和钓鱼岛也较为近似 第二 参演的舰体太少 战机太多 作为夺岛演习 海上自卫队本应该是准决 然而舰体数量却只有6艘 各种飞机却多达380架 可见作战飞机在此次演习中的角色非常重要 目前 日本有1700架军用飞机 其中 战斗机云为350架 此次投入演习的超过了总数的五分之一 第三 演习投入的装备展示日方战法 此次演习 日本将投入88式岸舰导弹 LCAC气垫登陆艇等 此外 F-2战斗机将实施海上攻击演练 88式岸舰导弹主要部署在宫古岛等地 用于封锁 冲绳岛链以及钓鱼岛进海 对于LAC参加演习则说明了 大宇级两栖船务运输舰 一定是6艘参演舰体中的一艘 该机舰是日本两栖战的核心装备 是夺岛战必定的主角 战机投入数量之多 则展示了日本可能会在钓鱼岛运用激海战术 第四 兵力部署接近钓鱼岛开战的实际情况 此次日本的参演兵力 地面武器多 作战飞机多 作战舰艇少 很可能反映出了日本对钓鱼岛实际开战状况的一种预想 按照这种预想 日本将打一场快速战争 海上舰艇几乎来不及调动 此外 地面武器多为预先部署在冲绳的防御兵力 基本上会全部动员 协助力量 而作战飞机将成为打击中国夺岛部队的主力 包括FR-F15J P3C在内的大批军机 以及各种直升机将成为争夺钓鱼岛的核心力量 感谢观看